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这边了 跟大家讲解一下关于PSW签证政策的一个情况吧 好好 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会围绕这六个 有六个方面来介绍PSW的这个政策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slide 主要是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是什么是PSW政策 第二是哪些学生可以申请 第三哪些工作可以从事 第四资金要求 第五配偶和孩子是否可以申请 第六对现有的与学生相关的其他类型的签证的影响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什么是PSW 什么是PSW呢 那全称来说就是post study work visa 这个签证呢是针对于2021年学年级以后的 具有有效的TS4学生签证的留学生 在任何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成功完成了本科以及以上学历的任何课程的学习以后 可以在英国有两年的时间找工作或者从事任何职业任何职位的工作 那么PSW是否现在已经正式出台呢 虽然从去年开始就有PSW付出的消息 但直到今天PSW的实施指南也没有正式出台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 是我们从移民局了解到的 关于PSW的信息和走向 不代表正式的法案和实施规则 2021年的1月呢 英国的全新的积分制移民法案才会正式实施 那么预计到PSW会在这个之后 2021年的4月以后才有实施指南出台 我们再看下一个slide 那么哪些学生可以申请PSW 我们知道呢在英国读书的话 哪些学生可以申请 对我们知道在英国读书除了T24学生签证以外 还有短期留学签证 其实不是所有的在英国的留学生都可以申请PSW 那么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只有TS4 student visa全职学生才可以 第二 递交PSW签证申请时 你现有的TS4签证依然有效 PSW只接受境内申请 不接受境外 第三 成功完成了本科以本科以上的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 必须是现在就是你递交TS4签证时 使用CAS上使用的同住民的同一个课程才可以 就是你当时递交TS4签证的时候 用的这个CAS的课程必须是同一个 那么哪些情况是不符合的呢 首先你本科或者说是没有成功毕业的同学就不可以 这个本科学位以上指的就是RQF6或者SCQF9这个等级 短期课程兼职课程当然就是不可以的 那刚才说了转科就比方说你包括是学校允许情况下的转科 转专业如果CAS没有更新过的话也是不可以的 另外呢你成功有过PSW签证 到期后也不能再续PSW签证 我们看一下哪些工作是可以从事 就是PSW期间 下一个slide 嗯 这个 Lucy你慢一点 对这个 他这个PPT可能现在就是 有点有一个自动跳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哪些工作呢 PSW给予现在其实呃 签证持有人会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职业选择范围 可以是受雇也可以是自雇 可以创业 呃 雇主并不需要具备Tier 2 Sponsorship License 可以全职也可以兼职 受雇期间可以随时跳槽 职业类型也有很高的自由度 不是必须专业对口 那么很大可能性会排除的情况呢 就是专业运动员 培训阶段的牙医和医生 还有一些低 低技术型的工种 包括酒店清理工作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么资金要求 嗯 PSW是否会需要有最低的资金要求呢 目前还没有确认的信息 但是按照英国其他类型的推测来看呢 肯定是会有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要求 和存款时间要求 那么其他费用的话呢 除了签证费 还肯定会要 会要交这个医疗保险费 那么PSW一签是两年 所以涉及到两年的医疗保险费 那么每年的费用到底是按照Tier 4来计算呢 还是按照Tier 2的这种类型来计算呢 目前移民局还没有决定 那么我们屏幕上看到的 这个470磅和624磅 是2020年10月1号以后的 涨价以后的IHS的费用 所以是说我们这一届的同学们 还不会受到影响 就是Tier 4的同学 那么10月以后再递交Tier 4申请 那么就会这个IHS 就是医疗保险这个费用就会涨到470磅一年 现在的价格是300磅一年 另外呢如果你是政府或者商业机构全额资助留学的同学 如果你要续签这个PSW的话 你必须要获得你资助机构或者资助政府的这个许可 你才可以去这样操作 配偶和孩子是否可以申请 那么PSW的主申请人的配偶和孩子 可不可以办理陪伴类的签证呢 目前移民局没有明确的答复 但是我们预测只有符合严格筛选条件的配偶和孩子 才可以申请陪伴 因为PSW只支持英国境内的TS4转签 那么可以申请陪伴的配偶和孩子 就需要在主申请人 在英国持有TS4 General Student Visa期间 就已经有了TS4 Dependent的这个签证 并且和主申请人同时居住在英国才可以 那么这样就排除了很多情况 比如你的配偶和孩子不在英国 或者配偶孩子在英国 但是不持有TS4 Dependent Visa 而是其他类型的签证 另外本科的TS4学生 本来就不可以申请配偶和孩子陪伴签 那么这些本科学生的配偶和孩子 就不可以申请PSW下的陪伴签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对现有学生的有关的签证类型的影响 首先来说 PSW出台以后 移民局会打算关闭的这个DES 就是TS4 Doctorate Extension Scheme 就是博士的这个12个月的签证 最多12个月 这个关闭的时间呢 还没有确定 推测呢会有一个过渡期 因为这个博士类型的同学 其实就是可以申请PSW的人群之一 所以这个DES的这个Root 就显得有一些多余 可能会是一个重叠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关闭的 允许留学生简化材料 并且就是拿到这个额外六个月签证的这个 TS4 Pilot Scheme 也有可能在PSW出台前关闭 因为这个其实跟上一个是同理了 因为PSW已经可以额外续两年的签证 那么这个Pilot Scheme 也考虑会可能会是关闭的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呢 去年的Startup初创签证会继续开放 但是PSW持有人 不可以在英国境内转签Startup Visa 如果说要回国递交这个Startup的签证申请 就是这个PSW的持有人回国去递交这个Startup的签证申请的话呢 他还需要再证明在PSW期间没有在英国有过这个创业记录 另外呢 就是这个Skilled Worker Roots 就是PSW的初衷本身是给留学生申请高技术类别 创造时间和过渡的 所以PSW可以在英国境内续签高技术人才类型的签证 比方说Innovator创业移民签 或者是Tier2公签 是否可以转签这个Tier1Exceptional Talent和Global Talent 目前移民局还没有表态 那么我们来看 Tier4 刚才我们讲完了这个PSW我们的一些对于这个发展走势的一些预估和移民局已经出的一些消息 那么对于Tier4我们最近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第一个是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个签证费有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tandard Visa Priority和Super Priority 不管是中国也好 英国也好 这个费用还是一样的 但是有变化的呢 是这个IHS刚才说了 健康保险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 一年从300磅涨到了470磅 这个是针对于2020年10月1号以后递交签证的同学 然后其他类型的签证呢 从400磅涨到了624磅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第二个信息呢 就是很多同学应该已经注意到ATAS的这个申请从4月5号开始 确切的说是从4月6号开始不再接受新申请 那么4月5号之前的申请还是会照常 就包括4月5号了 还是会照常的受理 ATAS呢通常会需要20个工作日来审理 所以就是这个4月6号开始关的这个 肯定会让部分工科的Visa Application受到一些影响 目前来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什么时候会重新开放 但是我们会持续去更新这个信息 如果我们有任何更新的信息 我们会跟同学们说 好的 非常感谢明建刚才的介绍 那目前的话针对疫情的这个情况 肯定有很多学生或者家长想问一下 关于现在疫情情况下关于这个签证或者一些变动 那明建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疫情下面的一些情况吗 可以的 其实我们上一次的讲座里面有提到了一些疫情相关的信息 就包括你没有办法回国或者是说你在一些self isolation的情况下 你需要怎么去操作 那么在4月6号之前呢 一直大家还是采用的是 写邮件到这个移民局去做这个动作 那么从4月6号开始呢 是通过网上这个网络申请的这个链接 就是屏幕上的这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会需要我们输入个人信息和Visa的一些信息 一般来说呢 会五个工作日之内就会有答复 然后所有的签证可以续到的时间是5月31号 就如果你之前的签证是1月24号到5月31号之间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成功的获取到这个延期的同学会收到的这么一段话 就是我们看蓝色部分的这一段话 说你如果你的签证已经成功延到了5月31号 然后呢你不会被作为一个overstayer 或者是说受到任何的惩治你都不会有 刚才还有一个没有说完的事就是 如果你是在英国是长期要换成长期签证的话 你也可以switch签证 就是说如果说你本身是要回国签 比方说你short term study visa switch到T24的话 就是那个普通的学生签 你本来是必须要回国签的 那么从你在续签 从1月24号到5月31号 你的签证成功续到了5月31号以后 你是可以在英国续这个签证 因为国内的这个签证中心是关闭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你仍然要满足这些其他的条件 就包括28天你的这个存款啊 这些条件还是要满足的 然后这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英国的目前的这个UK 这个DISA citizenship application center 这些这个签证中心都目前是关闭的这个状态 之前已经定了book的appointment 就是已经有了预约的你的这个预约 也会被reschedule到六周以后的原有时间的这么一个时间 另外的话呢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的center就是签证中心 也是关闭的这个状态 但是英国呢还是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 然后只是说这个递交这个document会是稍微晚一些 那中国的话呢就是说 是就是整个就是关闭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到现在也没有开 然后不仅仅是中国吧 就是所有的UK BFS center 4月1号开始 globally都是关闭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我要给我们的新浪Visa做一个简介 我们的新浪Visa是英国的OIC认证的专业的移民咨询机构 提供全面的英国移民和签证咨询服务 包括学习旅游家庭团聚初创签证 创意也投资移民工作签证 永居签证十年永居二蓝签证 生根签 如果你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签证材料 需要专业的顾问给你把关 我们也可以做文件审查 如果同学们需要了解更多跟英国签证 或者移民相关的信息 那跟我们的签证顾问相联系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 好的 非常感谢民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关于PSW签证政策的一个解读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现在我们是答一时间 大家可以在这个chatbox聊天窗口直接提问 咱们这边会有专业的顾问签证老师们 来帮大家解答 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讲座之后 跟我们的签证顾问老师们 进行这个一对一直接取得联系 那这是我们上半场 这个讲座 现在的话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在我们的聊天窗口直接提问 在休息两分钟之后呢 我们会进行到下半场 下半场我们主要讲的是 目前最新的一个Tier 4签证的一个更新和解读 那我们等一下欢迎回来 我们下半场我们下半场就会参考 下半场真正知 之后我们下半场就会参考 就是我们下半场就会参考 そして我们下半场就会参考 我们下半场就会参考 参考 那天空 第一分的情况怎么办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学校给你condition 12人1或者是80分 你最后的均分差了一点点 那我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是对于今年 因为很多需要都改成了 网上授课的语言班形式 那么按照通常的语言班 它会跟这个有什么区别 然后主要会有一些 授课形式会是什么样的 最后一个就是 因为很多人关心的 那就是今年到底还不能出国 或者说是可不可以gap一年到明年去 这样四个问题 各位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随时在旁边去留言 我可以随时回 因为不太想把它变成一个 因为这些都不是一个定时 我们就是以闲聊的一种姿态 让大家去做这个沟通吧 首先第一个环节 就是如果说你的成就法 这个呢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个是您现在在英国 对吧 在英国成绩 如果只是老师把这个邮件给你 说你这么成绩不及格 这种情况下成绩是可以修改的 就是还是可以跟老师进行联系 看尝试进行 啊给我们的通过 如果说是直接显示在了 你的那个学校系统里面 这个成绩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修改的 各位就不用再做这个想法 说我去跟老师 能不能去改一下成绩啊 这种是不存在的 不可能再去做修改了 除非说是全校的学生成绩都错了 学校进行的统一修改 不然的话是不太可能单独修改的 你需要确认这么几件事情 按照给出来的顺序就可以了 第一就是你是否还能够顺利毕业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中国还是英国 其实都会允许学生 带着一定的挂科来毕业的 因为它会涉及到一个学分制嘛 英国是每年120个学分 只要你们修嘛 105学分 那么你就可以顺利毕业 每个学校的要求不太一样 你如果能够顺利毕业 即便是这个挂科 存在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不进去5号 第二你要确认是否影响你的学位等级 比如说你本来是62分吧 那你就是一个2-1的学位等级 突然出了一门成绩 挂科了35分 那你的均分变成了60 你这个时间还是2-1的学位等级 不影响你的学位等级 那么就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说它影响你的学位等级了 你变成了58分 那么你之前跟其诺 条件上面那些21的学校 就通通都不能入学了 第三个 如果不影响你的学位等级的情况下 你还要联系你的目标院校 是否接受你在大三这一年 没有修满学分 举个例子 拉夫堡大学是不接受的 你大三这一年120学分 必须全部都修满 它才可以接受你入读 还有萨塞科斯也是完全不接受 那么你就要跟你的目标学校确认好 是不是接受 如果说接受 那么你这个挂科对你不造成任何的影响 如果说需要不接受 或者说影响你的学位等级 或者说你不能顺利毕业 那么你就要去联系学校确认補考 这个補考主要是要确认你補考出成绩的时间 因为如果出成绩时间太晚的话 会影响你今年9月份顺利入学 你入学之前除了满足所有的 可能性的条件以外 你还需要换到CAS 就是办签证所必须的材料 而这个CAS是有代表的 学校在某一天之后 是不会再出新CAS 那你就来不及今年9月份学了 大家都知道英国是 大部分学校都是9年1年制 就是一个学期入学 不存在春季班 所以你要耽误的话 就是一整年的时间 这种情况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 因为现在其实改成网课了 英国绝大多数学校都已经改成网课了 我们考试可能不会存在 只会变成论文的形式 那论文的形式想话 其实不是特别容易 只要确认好你的主题 跟老师保持沟通 确认你方向没有偏 哪怕分低一点 也不可能会出现华科的情况 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 这种场地有华科的情况 下面如果是第二个 就是没有达到目标学位 英国这边的大部分好一点的学校 肯定这种成绩就是2.1 今年情况比较特殊 我可以做个大胆的预估 就是如果说你最后成绩没有到2.1 只有58分或者59分 不少学校我们也可以尝试进行阿丽接受 尝试 就这个就好像是怎么说呢 你没有满足条件 这个主动权就放到了学校的手上 你可以去阿丽 但是学校可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只是说一条后路而已 我们可以做这种尝试 今年如果说按照学生的生源量 不是很足够的情况下 那么有可能会成功 如果说学生学校已经招满了 那么就一分都不可能 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我们就要找 你现在满足条件的学校进行回升 比如说2.2的院校 拉夫宝 莱斯特 萨埃克斯等等 或者你只有2.2 那个本来目标是2.2 可是最后只拿到了4748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 之前的往年 往年啊 就是过去的两三年中 47分48分49分 可文锤 斯特林是可以直接接受的 就是我们是可以直接让你去接受的 大概周期也很也很快 一个星期之内吧 就会出来 我们会提供一个拉夫妹妹活动 就每年6月份左右 会有拉夫妹妹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我们跟大学之间做出来的 这些大学会沉没 在一个周之内 从接到你申请的一个周之内 出offer 交加金 出cast全部都不完 只要7天 那么就是在 因为在这个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了 你晚一点点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学校也是特殊给我们开了渠道 帮助我们在7天之内 就可以满足所有的路线条件 最差最差的那种情况就是只有OD OD就是ordinary degree 其实就是等于没有顺利毕业 在我们国内可能叫做役业 这个情况就是只有结业症 没有学位症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硕士是可以直接接受的 你就要去先读一个硕士预课的桥梁课程 这个桥梁课程呢 有三个月 有六个月 有五年 就是根据每个学校自己的长度不一样 预课呢 分成两种 一种是集团预课 我们常知道的study group Into Kaplan 那还有一些学校自己开设的硕士预课 比如说 Kunmary 南普顿 这几个一般情况下 本校的预课都是一年的 都是要读一年的 Southampton是可以读六个月 但是他的要求是达到2.2才可以 也说2.2才能读他的premaster 其实要求比较高 然后我们知道剑桥也是有premaster的 但那个你得拿到至少21或者1等的成绩 才能升等到他的premaster 值不值呢 这个再说 我是这样觉得 如果说你拿到了一个2.2的成绩 不 拿到了一个三等的成绩 你这时候能去的学校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可能 不到 你可能就4.3 4.3吧 你可能去到埃迪玛隆比亚 或者去到了林肯 你自己说不行 这两个学校 我就用一排名比较低 我接受不了 我一定要去世界100的学校 那OK 你自己去选择6个月 或者1年的premaster 然后再去做 可能去卸飞 可能去格拉斯哥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通过率可能大概70-80 你只要学一年 然后你要面临着一个可能通过的风险 这是一种选择 没有问题 还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你去读了林肯 或者是什么学校的 然后你去做了第二个选择 去读第二个硕士 英国是允许的 甚至最高到UCL都是允许的 曼达是允许的 很多需要不允许 是因为你在医术没有毕业的时候 你不能读第二个硕士 这个时候你需要开一个 你已经highly likely complete your 这个程序了 也就是说你已经接近于完成你的课程 只差销一个毕业论文 你的毕业论文将在什么时候停交 你将在什么时候拿到毕业 有这样一个文件之后 有不少英国学校 都是可以接受你去读第二个硕士 它的要求相对就会降低 它一般会只要求你 研究一首顺便毕业快乐 因为这就相当于 你是一个硕士level的互跳 而不是一个从本科升硕士 这两种选择都适选择 花费差不了多少吧 因为PRIMAS的学费 跟硕士差不了太多 也要一万四五左右 如果说这是一年的这种 可能也要15万左右 如果你想就算快一点结束 三个月的课程 最短的Narvitas 应该是从6月份开始 读到9月份 紧接着9月份就可以接硕士了 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没有耽误 但是你的暑假不能回国 但是今年不行 今天肯定不行 因为疫情在6月份的时候 肯定 咱不能说 怎么说不好或者不好 但到6月份的时候 预测是不能学校重新恢复开学的 你这个网上课手续 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退出这个服务 所以说按照今年的情况 这个钱放一放 那么你只要出现了 没有达到目标学位的情况下 你可能就要考虑转学 或者是延期 这才有情况 澳洲现在 之前很多人会考虑澳洲的学校 Narv202可能 就能升到一些不错的澳洲学校 阿大就可以升得到 后面的几个西奥 阿德埃德之类的 甚至五十六七分 可能连悉尼都比较有把握 我说昌课 可是今年的澳洲情况之间 看到了 12月份的入学 也是一直到推 推到4月份 然后4月份推到7月份 7月份能不能顺利入学 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今年这疫情 对大家的影响确实比较多 但是我们能做的 其实就是现在 马上East holiday 各位回来的论文 要尽量好好完成 让自己的成绩 稳定在你可以入学的基础上 如果说你有 有可能不能顺利的达到这个成绩 一定祈祷的联系你的顾问 让他去给你做两个额外的选择 来做保险 这个申请反正也不要钱 对吧 你也不用交押金 无所谓 到时候去不去 当然不希望去 但是你拿到这个路去冲了 你可能就多了一个保险 万一万一出了特殊情况 你还要需要推进 英国向来都是 有多少分数进什么学校 我们所说的成绩出现了 极度的不理想 那么只可以去 再去补生其他的学校 Arcual的可能性很低 除非是首先第一 相差很小 学校标准你第五十分 第五十八九 OK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第二 也是分学校了 很多学校就不给这种Arcual机会的 一般中国的学校可能会有 比如说大约在卡比夫这个级别的学校 可能150年往后的学校 可能会做这种尝试 然后到了口纹最终学校 它的分查就可以拉到两三分左右 如果说你最后真的是刚刚40分 刚刚40分的话 那其实课选的学校非常少 在不读读课的前提下 学校非常少 但是也有可以接 没有必要就是让自己很担心 或者很怎么样 当然这些说了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 不需要用到这种这种的后路吧 但是一定要有 第三个是大家最近可能会比较 关心的就是一个语言班的一个情况 最近也是在不停的被语言班的情况刷屏 接受非普通雅思 非UIP 非非非亚雅思 接受PTE 甚至有的学校 也接受了多灵国 对吧 我试以为这是一个学习软件 接受多灵国 然后所有的语言班改成线上 包括有些语言班减减降低费用 有些语言班免费 今天刚昨天刚发出的消息有好备的六周语言课免费 然后约克的25周语言 那个音乐课的普通语言班减减二十五的学费 然后拉夫宝是这样的百分之十吧 好像都是在 就是促进入学的一个过程 然后语言班学什么东西 我现在 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很准确的消息 因为今天语言班是先上 不过他再怎么样 他也逃不出听说读写这四项 只是说跟我们平时学的雅思不太一样 他跟现在的听说读写呢 更在意的是那个听写 而我们中国人比较擅长的阅读呢 在这边用处没有那么大 因为上课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听 主要就是听你听不懂就什么都没有 这边所有的培训都是以授课 就是你以听懂生活为第一目的 而不是在中国一样 怎么说呢应试为第一目的吧 这有一个有一个网站 特别推荐一下 是叫做tap 这个网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共享出来给大家看一遍 我看一下能不能共享出来 你们要稍微放一遍 哦应该可以共享出来 各位随便我直接放一点大家能不能听得到 这就是一个关于送到心思岩的一个介绍 他就在这里做这个演讲 然后各位我们就直接听 就直接听 然后听完之后呢 你要能复述的出来他讲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跟上课是一样的 大家在开始做锻炼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选项可以选择英文的字幕 也就是说各位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看到他的字幕 在过一段时间大家的水平OK了 把字幕关上 我们可以把字幕关上 off掉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直接跟听的一个过程 拿出来一张白纸 拿出来一支笔 然后你开始写 summary 这就是英国这边上课的公众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能跟得上的话 那你上课不会出任何问题 他还甚至可以增加你的 增加你的那个难度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是可以进行两倍速 这个我这个卖 大家能不能听得到 这是个很可怕的速度 我根本听不懂 那1.25倍速 然后如果说大家不行的话 我们还可以0.5倍速 这个也好笑 这个0.5倍速主要是给大家做写作的时候 大家做 怎么说呢 就做写作的写作 做笔记的时候 你可能跟不上写作速度比较慢 那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回到我的这个区域 这个网站的其实很简单就是 tpw.ted.com 然后它中间甚至可以选中文 作为那个字幕选项 可以选中文 通过率 通过率 这个很多很多同学问通过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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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况下一个学校开设的语言课通过率如果低于90%就是有问题的 就是怎么说呢 移民聚会会考察他 开了课 你认为这个学生能通过 为什么这么多人通过 那么就会有问题 所以通过率通常通过上学校不会低于90% 这其实已经蛮高的通过率了 但是变到我们自己个体上来说 你过了就是过了 没过就是过了 没有别的份额 所以说该学还是要学的 不代表你上了语言班就一定可以进证课 每年都会有几百个学生从英国上完语言课被迫回国 或者说被迫转学的 这个一定得认真学 而且英语不是一个应试的技巧 它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是一个工具 你们在未来的一年一年半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 都会频繁的运用到这个技能 而且将来工作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必须的东西 所以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应试的技巧 你们的应试在科亚斯的时候就已经全部用过了 在这边上语言课目的就是提高自己的听说中学 跟老师跟学生同学交流的能力 第三个没通过总班 总会有那么几个没有通过 如果通过了一切都好说 顺利上证课 然后好好学习就行了 没通过的话呢 有两种情况 你的学校目标要求可能是大概7分或者6.5分 你没有考到 你最终没有考到 那么你只能只拿到了一个应语成绩单 他说可以等于亚斯6分的水平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选择英国亚斯6分的学校 去直接入他的硕士或者本科之类的 可以放个学校临时做这个申请也可以做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面临的选择是你放弃的一个世界排名 可能100的学校 你要直接调到300名去上这个学校 那你自己愿不愿意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不能接受 那我建议你们一边上语言课一边考亚斯 因为现在特别特别有优势的一点就是线上语言课 各位不需要来英国 不需要来英国 你们可以一边上语言课一边去刷着八九月份的亚斯考位 你们甚至可以在九月初的时候把亚斯考出来 都没有问题 因为语言班那个时间才结束 你语言班哪怕没有通过 你亚斯通过也是可以顺利入学证课的 这就是第五条 你们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除了好好上课以外 我们还能做什么 而且因为今年情况特殊 学校并不限制 是不是亚斯 就是非得又PBI亚斯 如果如果直接入学证课的话 那么亚斯多福PTE都可以考 今年连爱丁堡都接受PTE了 网年爱丁堡是从来不会接受的 所以说是个比较 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然后为大家说一下PTE 对于什么学生来说比较适合 最近几年我的学生也有很多 考亚斯考特殊考PTE 他们对PTE的评价就是 如果说你的亚斯被卡在了某一个小分上 比如说你亚斯总分有6.5 或者有了7的水平 你的写作死活到不了6.5 考了三次都是6 那么我会建议你去考PTE试试 因为PTE是一个就是百分之 你也知道它在45分到55分这个区间 都等同于亚斯6分的水平 但是学校的6.5分 都等于6.5分的亚斯写作水平 但是亚斯6.5分 比你得45要难得多 但它比得55要简单一些 可是你到了45就等于了以后的亚斯6.5 学校的要求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PTE反而肯定会成功 如果说你考了几次亚斯 你的成绩一直被卡在某小分上 死活贴上去 你考下PTE是什么 PTE出分又快 报名又简单 可以真的可以做亚斯 然后再回来说这个第四的先阶段 都是网课是不会影响通过率 这个像我说的 通过率首先是一个比例 也就是说在班上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可以通过的情况下 那你通不通过 学校是不需要对你负责的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 你没有通过是因为你英语水平能力不行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在意学校通过率有多少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通过率 你通过了 那就是过了 对吧 影响你通过率的只有一个因素 就是你最后的英语测试成绩怎么样 英语水平 一个亚斯能考到7.5的人 他的托乎绝对不会低于100名 即便是我没有学过托乎 所以说你可以觉得这个硬试我不知道他考什么东西 但只要你认识挺够 那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而英国老师上课 他们真的不会讲硬试技巧 他真的不会教你阅读的时候不看题 不看阅读文件也能把答案作对 不会的 他们提到的就是所有的东西 你们现在上课之前可以自己去备备单词 可以去 去听我刚才讲那个态度 如果说你可以1.5倍速 不看字幕板的东西讲态度 那你也不会出问题 因为我现在听很多就是新的科技方面的 我都背景 可能只能元素 或者是还有看着字幕 那你们如果能做到这个的话 是很好的 而且你上课将来也是需要这样的模式 老师在前面讲 或者是在网课台在那里讲 你自己需要做笔记 这边老师给的PPT是非常简陋的 一般都是标题加上几个主概况 你需要自己去填写 去做记录做笔记 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或者论文的时候 这些都是学义资料 然后最后这个问题的其实就 也是很多人很多人一直在关心 就是我今年到底应不应该延期 我是不是可以明年考虑再出 我今年疫情这么严重 对吧 我说命更重要 首先我跟大家说的两个点 第一个是现在才4月9号 对吧 英国的疫情确实挺严重 今年六五六万多了 昨天也六万多了 然后死亡好像六千多 而且他也没有做大规模的基础测试 实际单位人数可能超过六万 但是呢我们开学的时间呢 是九月底 十月初 对吧 这个时间才开学 局限量还有还有说说还有 接近半年的时间吧 中国两个月控制住了 基本上 英国就算太差一点 他五个月也控制不住 对吧 这是其一 其二 各位要考虑一下自己收的offer 你到底满足满意 这个很重要 你要是对自己申请到的offer 根本就不满意 那就别提 就肯定要延到明年再去做申请的 因为英国申请是越早越好 你申请晚了 其实就本来难度就提高了 那你明年可以早一点做人 早一点做申请 没有问题 这个是可以的 你如果offer手里的offer满意 你说我还想延到第二点 那你的offer可以延期吗 这个也特别重要 因为每年的申请难度不一样 今年我明确的知道 是南普顿 海丁堡 普利斯托 几个学校都已经确定了说不给延期 就是offer不给过延期 那你如果offer不延期的话 明年需要做重新申请 明年的申请人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你理性眼估计吧 比今年反正高了百分之二三十是很正常 那你高了百分之二三十 就意味着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在跟你做竞争 对吧 学校不会在明年进行大规模的扩招 这个英国学校绝对不会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你能不能拿到offer 主要看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有没有达到学校的基础入学要求 没到基础入学要求就不可能 就好像我们高 这个越来越像我们高考的那个 盲田志愿了 你答你首先要过线 对吧 过一趟线 过一趟线之后呢 你就要看这个学校招生八十个人 但是有八千个人暴留学校 那它的分数限 就会非常非常高 这个就真的就是很像 像曼车四大学去年的那个 钢尼范南斯创业 一共收四十八个人 然后第一条申请是一千万多 你可以看这个录取比例有多少 然后有些人就说 你看我去把我认识到学校 我八十二分 我怎么没申请能到 因为他录取的最低分都是八十六 或者是还带了个人外的成绩 那你确实是不够口 可是你要是再往前几年呢 你的成绩稳稳的够 这就是一个申请 申请的难力度的问题 今年在这种疫情情况下 会有很多的学生选择不来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确实是影响了 那么学校在一个相对人员 不够满足它的总体要求的情况下 它对于你们的入学条件 可能会有适当的放松 各位最近不停的看这种新闻也能感觉到 不管是语言班还是证课 像雷丁的证课也降了点分数要求 然后像有些学校对亚斯要求也降低了 约可降低了人员5亚斯要求 然后这种他们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促进进去的入学 并且这些所有的优惠条件 都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仅限2020年入学 你到明年是否能够拿到Mind offer 你到明年是不是还能申请的到 或者是你到更好的学校 这是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一定要gap okgap这一年要干点什么东西 才会有助于明年的申请 躺着玩一年不行 因为各位 因为我们在做申请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学生 比如说他是19年9月份毕业的 他应该顺利上学的 没有 他20年9月份才开始入学 学校会问他你这一年在干什么 这真的会问到你一年的干什么 因为你不管是学习啊还是工作 我们总要有解释 我不可能说我来家里讨论的话 对吧 然后那你就要去做一个有意义 与你申请的事情 不管这个你是去考几个证书出来 还是说你去工作实习都可以 但一定要专业相关啊 像这种麦当劳打工这种的 就真的不行 虽然世界500强企业 对吧你要起码要跟你的专业相关 不在乎工期有多大 那你做的东西一定要是你专业相关的东西 这个能够帮助你进行一定的申请 如果说你有三年工作经验的话 学校会对你进行降分 本来服务院85的对你可能是83或者82 你要有五年工作经验可能就已经是80了 你要有十年工作经验你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说你要是真的要选择gap的话 一定要考虑一下这一年 能跟你身份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然后再去联系你的顾问老师 让他帮你去做这个延期的操作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现在学校也没有空管理这些东西 因为英国人真的是在家办公校就会变得比较低 我们联系学校都会经常联系不到 那一般情况下是在六月份之后 六月份之后呢 学校开始处理今年入学了 你这个时候提延期 你也可以等一等看看疫情发展怎么样 再决定是不是延期 我说的这些是对于那些offer已经满意的同学 你offer不满意 那你当然要延期去做新的申请 对吧 你如果offer满意的 只是在纠结今年要不要走 或者说安不安全这个情况的时候 建议你们等到六七八七八月份吧 做延期 只要你在十月份之前 开月之前做的延期 都是可给延期的 前提是学校给延期 这个都是我的自己的一些想法 因为我自己的弟弟 也是在今年九月份来曼达读书 读本科 那我姑姑也是很担心 一直问我怎么样 行不行行不行 我说没有办法 首先呢offer不给延期 你明天不一定升得到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意外总是很多对吧 这个只是个疫情 将来说明还会有别的问题 很多咱们不可能前往后保护的 也是自己的想法 给大家做点分享 希望对大家这个选择上有点帮助 最后 疫情还能走回过去了 我们的工作生活还要继续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一切胜利 然后有什么问题吗 非常感谢浩然老师跟大家 在这个期间 讲这些非常有用的这个信息呀 然后浩然老师也照顾好身体 多喝一些热水 咱们这边的话 现在是这个问答时间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我们上半场 刚才讲的这个签证方面 PSW解读 以及我们下半场 讲的这个last minute 这些情况的话 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我们线上直接提问 那咱们这边浩然老师 有个同学在问一个问题 说现在9月份的话 应该是没有办法按期入学 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的 是现在的语言一般 从6月份开始的语言一般 因为6月份开学 最早应该是16周的语言课 一直到最短的4周到6周 像西非会有4周 万拿会有4周 这些语言课 全部都改成了线上的入学 然后9月份 能不能顺利的入学 现在还不清楚 因为谁也不知道疫情 下一步发展怎么样 暗示大学做的准备 是可以顺利入学 因为说实话 还有6个月 总不至于控制不住吧 就算他们笨点 就算他们的效果不太好一点 我觉得也不至于 说是6个月也控制不住 这个的话 还是也希望大家 能够多多关注 这个疫情方面的这个发展 然后有任何问题 多跟咱们这边 Ricky EC的顾问老师们 取得联系 去确定这个最新的一步的 这个进展和消息 那浩然老师 咱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是有一个同学在私信说 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 接受多邻国这个考试呀 哎呦不好说 这个呢 我们也是特别希望他接受 因为各位不知道 知不知道啊 国明汉大学已经接受 中国六级了 上个周开始 国明汉作为第一所学校 接受中国六级考试 六级考试在536分以上 再配一个六周学校的语言班 你需要经过一个口语测试 因为六级考试是没有口语的 经过这个口语测试 没有问题之后呢 拍一个六周语言课 就会直接入读 国明汉大学了 这个消息 别说是我们连 其他的大学都会很直接 而多邻国这个 现在我知道的 好像只有 亚非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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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原版开学之前 他们一定会确认点什么 都会接受 但是多灵国有一个特点 各位一定要深考 他在三个月内只能考两次 只能考两次 而且你在考这个学校之前 你需要填这个学校的码 你知道吗 就是他那个信息码 你必须填那个码之后 这个学校才会承认 所以说你可能意味着 你只能选两所学校去考 好的谢谢浩然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是关于延期的一个问题 说该同学问的是 延期的条件 是必须要拿到 unconditional offer以后 还是说没有达到 condition的话 也是可以延期的呢 对学校 比如说谢飞之前 就是没有达到要求 也可以延期 也可以延期 但是像之前别的学校 就很多都是 海明保之前 最开始接受延期 就是必须安考 才可以接受延期 然后今年很特殊 今年我觉得学校 很大一部分学校 不会接受延期 因为明年并不缺少人 今年有相当一批学生 会考虑延期 让他明年会重新申请 所以明年的申请量会爆 会爆棚 今年我说句实话 如果不是因为有疫情的话 各位在高度学的时候 也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今年的申请量 比去年就高了30% 这个是因为香港跟美国的 那个局势不太稳定了 所以说运国这边的申请量 突然增了很多 很多学校 大家可以看得到 学校今年关闭的时间 非常非常早 多年之类的 十月十一月份就已关了 然后甚至连卡利夫在 过了年之后也关了 关了一段时间 这段往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卡利夫从来没有关闭过 这几年 也关了 然后在前两天 马卡利夫的原班也关了 和阿斯科的原班 在两周之前也关了 就即便是以前的情况下 他们还都是已经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 我的建议是 如果是考虑读 如果条件允许 尽量不要允计 好的好的 谢谢浩然老师 这个专业的这个解读和分享 那这边有一个同学 刚才您提到格拉斯哥呀 这边有个同学问到了 关于格拉斯哥大学的问题 说今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押金 因为是延期到了六月底 那是不是就是表明 现在他还可以再观望一下呢 先不交这个押金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不要交 因为你交 因为你交的后再退会比较麻烦 首先你就算能退 你要被扣掉一部分的手机费 一般可能一两百磅 一百多磅 就再是要被扣掉的 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都已经在延期了 这个押金的支付 格拉斯哥萨利 艾克赛特 兰卡斯特这些学校 全部都延期了押金 所以说你就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建议拖到押金支付前的 就deadline的前一个周 因为你要给他们 你需要转账一点时间 如果你是英国转账的话 就不存在 体验一天赴就可以 中国银行转账 你得给他们留在这个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你可以一直到6月25号 差不多吧 到那个时间 因为那个时间 疫情其实也一定会有一个确切的做法了 就是能不能控制住 就是已经很明显了 6月底可能还有三个月了 如果说觉得还是不行 英国这边真的是要群体免疫了 那就不交了 对吧 就不交了 如果说到时候发现控制的很不错了 然后每天的增长很少了 然后中症也开始直接降低了 那我觉得就交了 然后再来会比较好 好的好的 谢谢浩然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现在 在Zoom这个group chat的窗口上面 好多的同学都在陆续都问各种问题 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延期的问题 说如果雅思一直就是 达不到现在学校要求的这个入学水平的话 但是今年收到这个offer很理想 那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说 收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学校的offer 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延期嘛 那可能这个问题的其实 本质其实还是说 如果说是语言没有达到条件 Condition offer是否可以直接延期 那这个问题刚才浩然老师 应该有讲过一个类似的情况 对吧 只能连学校问 这个没办法确定 而且学校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会出新的政策 包括不允许学生延期之类的 都是可能会存在的 如果雅思真的考过 你要是分两种情况 你要是差的特别大 比如雅思只有4分 只有5分 要求6.5分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 就是踏踏实的学义 已经来出来 因为你在现在4月份到6月份 这个短时间内 你想提高2分出来 那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说是你差一点点 你不妨考就考什么 托福PTE之类的 反正都是接受的 都是接受的 而且把语言班先要报上 语言班一定要先报上 好的 谢谢浩然老师 那这边还有一个同学问的呢 说他现在是属于在国内 那今年的国内的话 因为疫情 毕业也受到了相对的影响 论文和实习的分数也都变动了 如果说是比Conditional offer 上面的这个分数少了一点 有机会 argue吗 那我个人的理解是 这个是看学校 想听一下浩然老师这边的一个分析 我认为是有的 因为国内跟国外不一样 英国这边可能是一个 60分的决分制 你第一分就学位等级下降了 可是在中国呢 你要求比如他肯定省是85 最后是个84.5 这种呢 通常往下都是可以 argue上去的 只要你别差太多 他要求85分 你是个83以下 那确实差略了 你只要是个84分以上 按照经济的情况是可以抓给我 但是还是一句话 因为你没有满足条件 最后成不成是学校说了算的事情 我只是觉得这个概率是不低的 就肯定能尝试啊 尤其是他声援不满的 请前提下吧 好的 谢谢浩然 我看到这边咱们有同学问 关于这个PSW 我插一句话 刚才有同学说 来晚了没有听到 前半部分PSW的这个解读 这个没有关系 咱们在今天的这个 这场直播之后呢 会有一个录像回放 请关注我们UKEC的公众号 然后上面有官方的这个链接 回放链接 如果大家如果错过之前的角度的话 可以点这个进去继续收看的 浩然老师这边还有问题 有一个同学说 现在没有雅思成绩 也目前暂时考不了雅思 那怎么申请语言班呢 现在雅思考试全部都停了呀 这个就真的就不行 因为英国这边吧 除了赫尔瓦特 是可以接受非雅思 申请14周语言班的情况下 其他的学校都是必须要有雅思成绩 才可以做申请 雅思成绩 只要你拿到了 哪怕你还没有收到雅思的正式成绩单 就可以申请了 因为雅思是有编号的 那个编号是可以在雅思的逛口 去查到你分数的 所以说你用的编号就可以开始做申请了 如果说现在是雅思4月份的取消了 5月份呢 6月份呢 因为我看现在普遍的语言课成绩单 差不多是语言班待得到大 大概是6月初最长期的语言班 11周的语言班 待得到应该是6月8号左右吧 这个学校不太一样 就前后差很大 这个待得到的话 你其实应该是来得及 应该是来得及考的 应该是来得及考的 5月份的雅思 现在没说取消的事情了 我知道4月取消了 5月应该还可以考 比如说5月份 你但凡能考出来一个5.5分6分 那么有些学校的11周原课就是 考位没有了 考位没有了 这个给你的建议啊 你可以淘宝 看看有没有那种带杀考位的人 帮你刷一下试试 这个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抱着PTE和Tofu 这两个都是可以报原课 尤其是比PTE的考位比较充足 因为我之前了解过它的是两三 就是只要提前几天报我们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浩然 您这边也多喝一点水 注意身体 咱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同学问的是 关于爱丁宝的订金的问题 说就是现在的话订金已经交了 但是说担心就是9月份可能如果疫情 或者说个人原因选择不来 订金会不会退呢 正常情况下不会退 因为首先爱丁宝这个学校呢 比较要交 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很人性化的一个学校 各位可以看到 就包括每个学校在退出自己的线上课程啊 之类的时候爱丁宝是迟迟没有退的 它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慢 然后因为9月份疫情没过很严重 那么它会出现一个政策 就是学校是不允许被开学的 那么这个时间你当然可以去退 你的订金 你的订金 比如说学校说我只能进行线上课程 他一定会咨询你们是否接受 因为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判断 你毕竟没有用过生活体验了 那这些事情说老师对不起我不接受 我退压金了我去了 你是可以退的 但是如果说疫情它是正常开学了 你选的不去 这就就不会退了 好的谢谢浩然 另外一个问题的话是有一个同学说 因为今年的这个疫情的情况 本科学校会不会减轻这个压分的情况呢 会不会给学生稍微高一点的分数 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机会上研究生呢 中国本科还是英国本科的 学生可能没有具体说 那咱们的话可以分别分析一下 如果本科的话 已经有学校出政策 文学校出了政策 意思就是说你上学期的分数呢 可以代表于整年的分数 然后你下学期的分数一定不会低于上学期的分数 就是他给你他出了一个这样的政策 就是挺复杂的 就基本上这个意思 然后别的学校还暂时没有听说 但是但是对于普通学生而言 就对我们中国学校而言 你们写论文的成绩跟考试的成绩 成绩会高一点 这个你要自己衡量 因为他之后大部分的考试都会转为论文形式 所以说可能会对于我们要求 稍微低一点 因为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考试的 我相信 可能不太一样 好谢谢浩然 我们同学们都特别的热情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再问几个问题 可能就会要结束今天的这个直播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聊天窗口 还有一个问题 浩然是这样的 说请问二加二今年毕业的申请研究是不需要 您说 那个Lucy 我直接看着回吧 我发现我找到这个群聊的信息地方了 好的好的 达达说的 然后问一下谢飞的成绩性老本 叫做八十分 你最后可能只有七十九 圆满也升到 你决定 先读圆满 因为你的政客七十九和八十相比非常低 然后去联系你国内的学校老师 让他给你把分高一点 不行吗 你是在中国对吧 中国的老师 你跟他说一下老师 我要去写费读书 我只差一分军分 你能到我分分 把我的考上捏给我高五分 我觉得是可以可以做这件事情 而且很容易成功的 好吧 你只要只有军分八十不就好了吗 就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问题 你就真的是七十九点八 或者七十九点五 那我们再去做阿比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个我建议你是先读圆满 然后下一个 MAC 说二加二今年毕业生 是年生不要压司 盖不一年 明年也不要压司吗 不要 明年也不要 好吧 不要因为你所有包括压司在内成绩单的有效期是两年 也就是在你毕业之内两年 两年之内再去申请 本来不要压司的就还是不要压司 本来要你压司的当然还是要压司的 比如说你申请慢大的谋缺专业 三件的课也要压司 对吧 或者华为也是 对你来说 如果说你还想名家再生的话 就不需要压司的 你可以再去配一点工作经验 安娜 政客可能会网课吗 不好说 我只能说 现在完全不知道 如果说到九月份的时候 还是非常严重的疫情 那么政客就只能是网课了 因为他不允许机会 现在中国也是 你看到中国大部分大学是到五一之后才开始恢复上课 五一之后 从过年到五一三个月的时间 对吧 英国现在才四月份到九月份还有半年 我觉得网课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然后嘎嘎说哪有个五分可以申的 先上语言班 先下5.5分的申请 这个是这样的 拿那个语言班如果不去做的话 他先上五周 那个五周 然后再去接下一个的更长语言班 他其实是属于一个额外的exo的课程 这个话你是可以申的 因为现在是没有线下语言班了的 达达所算过了十七分的毕设满分达到八十 你现在因为下学期的课还没有开始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你联系一下你学校的那个嗯 我不知道是对外招生处还是学生处还是什么东西的这个部门 你问他你能不能去多选学分就是重修学分 呃国内的大学是一般都会允许学生成修学分 比如说你之前有一个高数你只考了65分 那我再重上一年高数可以刷到85分 这个20分的学分就出来了 如果说不允许的话 那你去能不能多选通识类课程 比如说什么摄影啊 就这种通选类课程谁都可以学的课程 你去拿个90分那你也可以达高你的军分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 这是你自己能做的努力啊 只是我说我们自己能做的努力 你不能做努力的话 那你就是最后去让协费给你做决定 我能不能上 因为那个时间就属于很尴尬 他说你能上 你能上 说你不能上 你就不能上 读完原版你还没有用 就是存在把你拒掉的可能 所以我再建议你先自己做努力 只要你到了80就没有这个可能了 可是你就不到 他就有这个可能 虽然说我认为可能性不是 就是身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尽量不要有这个 那自己有这个 你毕竟现在还能做的努力 现在没有谁没有回答到了吧 好的 非常感谢浩然老师 今天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 还跟大家做这个这么详细的讲解 那也谢谢同学们参加今天的这个讲座 希望各位同学都有所收获 也衷心地祝福同学们在疫情之间 期间能够平平安安的 那浩然老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之前 那有没有什么还想跟同学们最后分享的呢 其实没有什么 各位在家憋了这么长时间 是吧 那个英语其实能学的就会学了 该考雅思刷考位 那就是不要说雅思考位刷不到这种情况 因为只要你用于水平够 你可以一直到9月份 然后考出来 你满意的合格的成绩 其实什么都是来得及的 所以说不要恐慌 不要觉得我今天出不了 之类的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就是尽量让自己心态放平 然后考出来雅思就可以了 好 我看到这边好像同学们还是很多问题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上面有一个同学有举手 我这边可以看到您这边举手 您这边可以直接发言五海所这边 我想问一下 这个我儿子在法国 他现在已经拿到爱丽宝的offer了 这个签证 他一定要回来到中国签 还是在法国可以签到英国的签证吗 愿意在中国签 必须在中国签吗 你直接在中国签就好了 因为他如果已经毕业了的话 按说回法国是不太好回来的 就包括我们英国的学生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的签证 是只在6月份7月份左右 你们在那个时间段回来 会被拒绝入境 因为你毕业了没有理由回来 他已经因为他现在 已经在考虑路上不安全 他目前在法国 他现在没回来 他想如果有没有可能 就从他想不回来 直接在法国签了 就直接到英国去 有没有可能 应该是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去人在法国的话 可以是可以在法国递交 就是到英国这边的签证的 具体就是具体的那个当地法国的这个操作流程 那可能跟我们的这个签证顾问到时候再联系一下 好 那他在可以回来签的话 要必须回中国签是什么时候要签的 大概 他现在已经拿到爱丽宝的offer了 他已经有 喂 不好意思 你再重复一下您的问题可以吗 他回来签是什么意思 对他现在如果要在国内签的话 就是他觉得从法国要回到中国来才能签是吧 就是在 因为现在大概签证要多少时间 像这种现在 就是 国内签证中心目前还是关闭的状态 具体什么时间开 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 嗯 对对 然后 但是在法国 法国的这个签证中心 目前其实也是关闭的状态 就因为就是刚才说了递交签证的 就是其实都是关闭的状态 所以具体要看开学前的这段时间 到时候哪哪一个山特是开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哦 好的好的 就是现在都是我刚才听了一下都是全球 基本的目前都出于关闭这样的是吗 4月1号以后都是关闭的 对啊 对啊 多少4月1号以后的 对都是关闭 都是关闭的 目前还没有时间 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开的是吧 对对对 如果到时候国内的Center先开的话 那当然是国内更有利了 具体要看到是什么情况 嗯 哦 因为他呢有个什么问题呢 他直接如果从法国 对啊刚才老师也讲的 他要回到中国去了 就回不了法国了 有关键他现在那边有房子 租的房子要把它要 因为这个月行期间以为不方便啊 他有车子啊买的 所以说还是很 他已经以为去年零礼就逼了 他今天零初考的 因为他刚刚拿到几个offer 他还在比较 所以还没有叫押金呢 刚才我听到还是觉得讲的挺好 他在等他对理想的还没拿到 好吧谢谢 可以跟顾问这边再商量一下 沟通一下 嗯 好好好谢谢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 嗯非常感谢咱们各位同学 包括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家长在 在也在热线上面呢 积极的关注这个目前疫情 包括签证 包括各方面的一个发展和形式 咱们今天的这场直播的话 会之后有这个recording 会有这个录像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错过了 部分信息 想再重新去回放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 这个UKEC公众号 上面会有这个回播的链接 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 同学们欢迎积极的 跟咱们的UKEC的顾问老师 签证老师们取得联系 那他大家会给大家提供一个 一对一的这个指导和这个解答 那咱们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 呃 曼城的经理王浩然 和我们的运营经理 呃 叶敏建老师来跟大家做这个 在线的这个分享 大家也都辛苦了 呃 希望大家在这个复活节期间 呃 在疫情期间能够积极的锻炼 然后保持一个健康 向上的一个生活状态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 也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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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